在高雄街头上演的制止活摘器官行动剧 让高雄一届与民众震惊 违反人权的盗卖器官行为在大陆不断发生 让全球发起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联署行动 高雄一整天下来就有超过2200位民众签名支持 先摘的是心脏 然后再摘的是肾 当心脏的血管剪刀一下 他又几个人抽吐 一段真实录音 在高雄街头上演活摘器官行动剧 让如果民众很快了解 在中国用人命换取金钱的敬送行为 一介震撼民众谴责 当天就有2200人签署申员 主要是想把资料拿回去给同事 让大家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事情正在发生 那这样子的犯罪行为是不应该存在的 我刚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惊讶 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严厉的制止他们 我们不可以任由中共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世界上各地的和平应该要大家来守护 全台湾大概有十几万人已经联署了 这次是主要的是为了全球联署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尤其是活摘信仰人士法轮功的器官来盗卖 中共无人道的活摘器官暴行至今仍然持续 由人民换取金钱的恶行引起一介哗然 当你要救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常害到另外一个人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医疗行为 是不容许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发生 应该所有人都是有人性的 他只要知道是这样 应该他也不会想要去换这个器官 在医疗法里面也有明确的表示 所有医事人员从事与仲介 不管你有没有说起不当之利益者 他都是违反可以益处的 所以在这里也呼吁我们一切的同仁 大家在这个角度里面也谨言慎行 来源不明的器官除了可能 涉及罪恶行为 民众也暴露在高度医疗风险之下 与惠来并与医师希望大家站在 人道和安全的立场 共同禁止这种行为 我们是人 引起活摘 人站在我们的heart 心脏这个胸襟 我们应该禁止这样的行为 支持活摘 医疗界在高雄发生 呼吁每个人都用智慧和善良 制止中共活摘恶行